爆炸 好的 这边是来到双方对称的第三局比赛 现在GK已经2比0领先于一批 再一次换面之后 GK回到红色方 一批来到蓝色方 手搬掉了甘江墨也和阿柯 这两个英雄放不出来 还有芈月 庄周 二手搬掉 不让GK拿了 拿了两局 关羽搬不搬 Luna 最后一首关羽放不放出来 还好 该搬的都搬了 还没有那种不小心放出来的一首 拿一个边路 有可能 朋友囡囡不出错 是现在GK所追求的 能闻就闻 现在拿了两分的GK 挑战的是什么呢 一批的一个耐心极限 刚刚第二局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耐心极限 我这边不跟你打团 不给你机会 这一把输了你就被我2比0 对 你慌不慌 而这一局更加严重 他们如果再一次GK重演上一局的一个套路 就我跟你文文打一个后期 文文跟你打一个运营 我拿到一点优势我就必战 就不跟你打团 这个时候一批的压力更大 这一局输了直接失去资格 对 看一下GK这里的一二手选择 曹操还有马可布罗 很稳定 拿一个 曹操拿一个不出火舞 拿一个杨简拿一个不出火舞 你拿了曹操 那我就把你的好兄弟杨简拿了吧 抢一手不出火舞 那其实现在 那还会往后放 诸葛亮不用急 对 还是拿着 最文手前排 好稳啊 一模一样的阵容 这一模一样的阵容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一批这一局会不会有变化 关于 中单把不出火舞抢掉之后 最后可能被于清拿一个 这个诸葛亮 拿到张无飞这个大肉 看看一批这里怎么应对 怎么拿呀 诸葛亮这次又放到对面 其实我觉得一批 真的要抢不出火舞 却是他们自己切身的感受 来 可以考虑 看一下射手会不会有变化 看会有没有 有可能啊 会不会打一个无射手 无射手可能不太合适 对面诸葛亮其实你前期不太能刚动 我就正好打一个前期 鱼姬 这招叫什么破釜沉舟 有可能 看看鱼姬其实好久没上场了 对 这局射手怎么选择 还是说打一个无射手 都有可能 他们这个商人必须得是有变化 鲁元芳老夫子 这次是上场了 要打无射手了 东方太一 东方太一可以 他就是宝 宝不至火舞的输出 老夫子也可以去单挑 这 还不错 这样还不错 最后拿一个稳稳的诸葛亮 哇 这个GK这套阵容 我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次了 他们这种好舒服啊 就是一个字 稳 你就看得顺眼的不行 这个阵容 一批这一套 我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熊 他们这套阵容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中期四人的作战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老夫子能不能带出一片天 看一下这局KK的发挥 实在不行 我老夫子还能去偷 对不对 对 对 那么 7K啊 他们这一局 能不能继续把上一局 稳的那种感觉 继续发挥出来 其实我觉得 如果有上一局那样的感觉 他就稳了 对 他关键必须得开局 因为你稳的前提是 首先你得有优势的 这样的话你开局 必须得有一个团战 比如说暴君两分钟 或者说我入侵 或者说防守 都可以 你猜一猜 你觉得他们是 入侵红还是入侵的 EP啊 对 我觉得应该是EP 主动打一个入侵 但是他是入侵哪一个 我觉得不好说 正常来讲是入侵红的 入侵红的话 被马可波罗反打一波 对 看能不能蹲到 我觉得GK这一局 开局得耍个小聪明 好的 来到了双方的赛点局 蓝色方EP 红色方GK 我是今天的解说之内 我是白乐 要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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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蹲 互相打了个照面 那就 看一下要不要强劲啊 还是要进来 还是要打红 没人来 我们看一下达摩的位置 达摩先直接去对面 红吗 这边只有一级达摩 下面还是有个老夫子 加一个中单的 好了 这边胖盾稍微拖一下 先把这个红WUFF拖出来 拖到拖战 放弃了 放弃了 那这样的话 有点难受啊 这边可能要被三BUFF开了 三BUFF开了 三BUFF开了 加力还没打 加力红没了 接波GK开局还不错 拿了对面一个红 自加红守住 再加还有一个蓝 三BUFF 好了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召唤师技能情况 非常常规 张飞带的是治疗 动魂他一带的是闪现 将来的话是其余的全部闪现成绩 来 我来打一顿 三BUFF开舒服 这个就有可能会出现上一局的情况 对 什么呢 如果继续被他们这一波拿到优势 GK就跟你打运营 B站不团 没错 正面能怎么拖 我就怎么拖 让你看看什么叫拖到天荒地牢 海枯实烂 看一下刚才 一场打架 拖到你的那个刀都生锈了 自己都还没打起来 那是真的保不到位了 拖到你那个什么 刀都抽不出来了 卡在你的剑锹里面 跟剑锹融为一体了 拿剑锹来打人 一把年纪了都是 等到打他的时候都七老八十了 第一条包军刷新 两边的站位 都是对这个包军有想法的 但是 不好说 不好说 打起来不好说 所以干脆不打 对 我觉得他们可以打 我觉得GK可以打 你看双四级 三四级 对吧 虽然有个边路四级 不用管他 那于青也四级了 这波怎么都能打了 再拖一拖张飞都四级了 他们这波团战正面打 其实非常强 这局关键是看老夫子 能不能把线带起来 老夫子升个四级 正面打他的话 有机会看一下这边先入侵 顺利拿到 不如后进来推一下 老夫子这边四级了 定到了一个于青 于青有没有人能跟上 叔叔 苏帝强行想要上来 但是自己应该被秒了 只有两架 我的天啊 还在抗戴 现在被主要拿到了 这波是马可波雷赶来支援 看下后面不准 我们包了 花木兰包了一个后 进来的话没有推到人 漂亮 带走了迷神 正面的话应该是追不到了 这一波打了一个一换一 是 刚才花木兰那波很漂亮 很漂亮 其实不得不说 阿南为什么说他是carry的那场 他真的是敢打 进来那一波 其实推电的伤害非常好 是 哎呦 在卫杨是弱弱的输出 但是有张飞的支援 还仍然是弱弱的输出 追不上追不上 队友没来支援没办法 对面还多了一个人嘛 而且自己没打到红 卫杨还是 好好稳一稳 他们这局其实除了迷神啊 那个位置是只能卖 没办法 因为花木兰来了 他必须得追一个 而且他们那个位置不分散走 就全得死 跑能吼了一个大 发起来 大招 这个大招其实打谁都一样 差不多血量 都打不动 主量大招有一个效果啊 为什么说感觉满血打不动呢 是因为他的大招 有一个伤害计算效果 叫做除了基础伤害之外 你的血量越少 你所损失的生命值越多啊 你所受到的伤害就越高 就是说你残水 为什么说主量要残水防弹 就这个道理 是的 看一下下路老夫子的新兵线 但是这局是花木兰和老夫子打一个双边路 对 这局的话 基本上是能够见到KK专注带线30年 一般不轻易出闪 这边的话又反了一个红 达摩进来瞅了一眼 上路看到人多 达摩这边要么拆塔要么反红 拆塔 上路的话已经是在打红了 马克波罗先把兵线轻易一波往后撤 哎呦 GK专注推塔20年 他们这位是不能往前追 把人赶走就行 打红 打得过不过快啊 这边都望他一位就不错 这位有这位抢哦 黄道先被定到了 苏帝进来 这一波GK不走很危险 是 先换掉了老夫子 正面于青死了 迷身 哎呦 二技能再走了 再一个迷身闪一身下去 漂亮漂亮漂亮 杨坚咬到了这边的暴君但是不能上了 那还不错二换二 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我以为感觉这一波是要雪崩了 嗯 迷身一个二技能带走了 那么在这部团战下来之后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经济情况 嗯 目前来说已经进行到第五分半的比赛 双方的人头比是3比3平 嗯 而GK这边是领先了经济 他们的经济领先是有1000左右 是 而双方的C位现在关键的一个后期发育 马可布罗在GK这边目前是吃到28 嗯 比较 还 比较正常的一个发育 不能说好不能说坏 这边直接正面大招按到秒住张飞 对了张飞是毫无还手之力啊 这边浩然还不想走 想要换上面的马可波罗先把兵断掉 等待自己的兵线进塔 结果想要长沙吧 达摩赶紧过来支援一下 朱亮也来了 先结合好看一下达摩这拳要不要留人 一技能挥空 大招出不出手 定到一个 朱亮隔墙踩上来 但是这一发一技能并没有放好 嗯 反身放了一个浩然 哎呀朱亮好凶啊 大招跳起来 下来 杨简没有咬到余青的走位很飘移 双方打得很凶 因为一个保护马可波罗而引发的血缘 看一下上路兵线 先去清一下 对 现在两边的塔量是GK推了一座外塔 但是 经济上面依旧是GK领先 没错 不错我其实发现还不错 阿南我觉得这局还是打得挺好的 能不能把节奏带起来 哎 整体的经济开始又被GK打得有一点 说压榨 他们现在经济又有点跟不上 现在队伍发育最好的不足够伍是 3200的经济 对比对面的一个中单 3700经济还是有一定差距 但是也还好 并不是不合网门的那种 对不算特别多 每一个C位都有一个几百的差距 进来推一个 不错 薇扬一丝血 回头张飞帮忙 吼了一个盾之后 吼出自己的大招 这是胖盾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他先交盾再开打 是 也不能说一丝血 薇扬刚刚确实被 不是我点的内向还是挺吓人的 还是有一副要死的样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副要死的样子 就形容他那个要死没死的那种感觉 要上路的这个外塔 来一波兵线应该是有机会的 浩然现在血量很残 应该是不敢出来搞事 切了一个中间技能 上来看有没有机会 推掉这个外塔 张飞马上往卫阳脸上挡 这边的话是直接黄大县被按住 零按之前一拳把三人捶开 保住自己一条命 都是行走在刀尖上的江湖人 都是提着头出来办事 是的 什么当你也去逛一逛 听起来很惬意 其实危险都不行 看一下中路这波兵线 推下外塔 这个塔有机会 这个塔有机会 点掉了 杨姐伤了 杨姐伤了想打 这波难了 这波看一下 先秒东黄太医 直接被秒 正面张飞顶在前面 无人能等 这个位置很好 张飞上来是没人能打得动 他们所有人站成一条直线 追着你 张飞顶在最前面 当头一个火车头 后面跟着一票人 你怎么打 看一下主宰 反正打主宰 GK这波节奏大好 EP能不能稳住 同样对于GK来说的话 这一局的节奏也还不错 是 胜利已经是唾手可得 能不能稳住 GK能不能发挥上一局的这种 稳健精神 天荒地牢精神 只要能不犯错 我觉得还好 他们其实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积 有一点点积 跟上一局不太一样的是他这局是拿的是马可波罗 不是孙上香 所以他推塔 并没有像孙上香那么强力 没错 这个是说的很对 因为孙上香属于 就我们看上一局孙上香 你有没有注意他的这个数据 他杀0个死0个 是 但是你说孙上香有用吗 非常大的作用 太大作用了 就推塔 就完全靠孙上香推塔 想要杀迷神 迷神要被秒吗 灰雪灰上来了 我的天 KK这边被钉到墙上 一波反打直接带走 对 领先了三千金锦 看一下现在中单的话 祝格亮已经是开始出到自己的第三件 有可能会出一个灰月 或者帽子 这么顺啊 正常来讲 我觉得是要出灰月 出帽子 介于GK今天如此稳健的状态 出灰月有可能 看一下 马可波罗已经是 这些核心装备出完了 压到二塔了 对的 这一个二塔应该是要交掉 推进来 多文荡荡 十分钟的时候 推掉了中路的二塔 经济的话现在差三千 GK拿下了四座塔了 对 差了其实有点 有点多 富士火舞现在这个装备要成型 还有相当长的路压走 他现在是两件前期装备 帽子还没出 张飞 吼出来 默默的被骗了一个打 插路二塔也是顺势拆掉 拉回来 迷神大招定住 你就是迷神 得卖了 得卖了 再打要出问题 张飞二级的擦上来 这个肯定是会被倒了 正面株梁还在往前追 再追的话可能就真的不好打 是 张飞大招只要一消失就是对面反打时机 嗯 好了 赶紧撤退 GK是有一个人头的优势 对 一批现在机会找了还不错 他们就该这样打 嗯 怎么打呢 就一个人一个人抓 弓奔五脏的名言 对吧 一个一个来 各一个来 对 我不给你打群架 我五打一 这个我总打得过吧 对 这个主宰随时拿掉 GK拿到一波主宰之后 推塔就很强了 看这波团 正面想要打 看一下苏帝这个大招咬住了谁 诶 正面是能换的 余青要死了 零死 哇 脚里个灰 还没有撒二天 余青活了下来啊 正面这波零换二全是残血 是的 好气啊 这边的话难打 哎 迷深再追上来 这波零换二 GK其实已经赚了 赚爆了 GK这波简直是 太赚了 两个人头送上来 主宰还能打掉 正面兵线又怎么好 自己残血 但是都是那么一丝逃掉了 哎 其实刚刚打团真的是非常好一个事情 那个内部正好招牌没大 哎 大招刚刚从下路消失跑到上路 而他的这个苏帝的大招咬的又非常好 没错 直接咬到了余青 你看余青果然稳 他还是出一个会员 是 对吧 这件装备还没有出帽子 余青的话就准备再出一个法穿 真的是稳 今天的GK真的是稳 看一下中路一波主宰先锋 哇 GK有机会啊 非常大 GK现在是离自己还能进到下一轮的比赛的这个资格 就差一脚了 对 就差临门一脚了 这一脚就是这三座高丽塔 是的 这三座高丽塔一破机会非常大 苏帝 按住了对面的射手 卫央一次血没有死 带走了 及时后撤 刚刚卫央是从满血瞬间掉成残血 是 这个血量是谁打的呢 诸葛亮打的 感觉是诸葛亮打的 就瞬间残血 他们刚刚是以为那个大招消失了 提前可能多放了一瞬间的技能 差点死 不过还好 这波对于一批来说我觉得勉强能接受 因为进攻被打退了 一笔出来 推一下有梦只有二技能挥空 浩然把人往回推 但是伤害不太够 对 现在阿南是不敢往前走了 未央血量吸上来之后 哇 这一疏一技能扫到KK 直接残血 闪现上来 再一发一技能 扫死了残血的花木兰 浩然倒地 正面的话 一批正面少人 对正面的话 上路又是 主宰先锋来到了上路的塔前 这边只有一个苏帝 苏帝这个大招 直接按了谁 没办法了 只能并级乱投一 按到了黄大仙 但是仍然并杀不死 二技能甩出来之后 是清掉了这一套主宰先锋 下路 中路的兵线也来了 中路兵线来了 有机会 这边是最后的决战 一批这边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正面 还是马克波罗的位置 就是猥琐输出 定住了KK 还差一点哦 太自信了 秘之回头 一丝血 真的就最后一丝血 但是他刚刚是被友萌咬 他如果不走 友萌一口就咬上来了 这局可以打得好稳啊 他们是真特别弱 看一下诸葛亮 诸葛亮的话 已经是出到了自己的法穿 最后一件装备 再到现在出个帽子 就如虎添翼了 可出可不出 最后再出一个重生 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出个帽子 再把鞋子卖了 出不重生也有可能 阿格波罗出了 七血之刃也知道 自己的团家输出 可能是需要能够持续输出 对他这局其实很舒服很舒服 基本上 魏央不要被苏D按倒 不要被KK大倒 基本上这局他是死掉的 看一下老父子的位置 现在是要去偷吗 带兵线了 老父子上路把线带出去 这个时候离偷还有点远 对 他先迈向第一步吧 先分散你的注意力 对对对 诸葛亮一丝血 顺利点掉 没什么疑问了 看能把沙路推一下吗 老父子不在 现在经济差到了8000 老父子不在要推二塔 但是GK这里 小飞怎么说啊 上路老父子带线速度非常快了 这个时候GK 好好决定一下 回来一个曹操 上路我守一下 问题不大 但是 冰线如果不够多啊 这个中下 这个下路还是有点难推 没错 曹操在矿追 这个冰线不管他 想包想包想包 诸葛亮来了 这个位置不想放人走 诸葛亮在 侧面二技能给到老父子 直接开大招走 闪现再上去 漂亮啊 全部闪现跟上来 G波要死 KK正面已经倒地 马可波罗在正面 还能点死对面的阿南啊 我的天 虽然是黄大仙拿到人头 马可波罗这一招一技能子弹伤害 实在是太高 苏莉背后闪现隔墙套走 有机会一波 看一下这一波 往里面追 看能不能稳住啊 就看这一波了 一片 已经是2-0 来到如此关键的一个赛点局 有梦出来 自己先被诸葛亮秒掉 正面要一波了 小兵进来 苏莉虽然按出了一个大招 但是仍然不敌雪亮倒地 马可波罗虽然被换掉 但是四人全在 这一波团灭之后 让我们要恭喜GK 拿下比赛3-0 好像这个恭喜说得快 确实马可波罗刚刚先死了 所以电塔比较慢 恭喜 不过还是再次恭喜到 GK成功的进入我们的败者组第二轮 与明天 与BA 决逐出最后一个秋季赛入围资格 MING PA MING PAO blir MING PAO